她的大姐 她的大哥 她的外甥 她的侄子 她的二哥等等 然后说她的哥哥 姐姐 太太 女儿 状况都很多 然后她自己红横珠是警戒出身 在生计园区 创立这个升官的奇迹 苏嘉全的大女儿苏伊翰和她的女婿 创立的公司就是这家法纳生活 而国营企业 台电跟中刚 都买过他们的相关礼品 确实台电在2018年 五亿劳动节买了27000多组 当时花了1600万元的 香粉蜡烛礼盒给全体员工 当时这家公司 其实只创立半年 被认为是看在苏嘉全面子 确实苏嘉全的家人常有状况 民进党立委苏正清 这次卷入SOGO收贿案 但前阵子 106年我完全没有出访过印尼 也被报涉嫌印尼国营事业案 过去还有陈美财案 退出我以前想支持的民进党 至于苏嘉全妻子洪恒朱也在去年 曾说要脱党参选立委 引爆党内内讧 还有公营企业唐荣的前总座 也就是苏嘉全的外甥张仲杰 移设四大采购弊案遭踏罚 苏嘉全的苏嘉人 每一位都能占据新闻版面 经年ielle 唯不明 北约 打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